Hello大家好,我是Anna,好久不见 最近呢我们正忙着搬家 这是我跟陈老师结婚以后第三次搬家 每次呢我们都说再也不搬家了 但是呢现实总是把我们一直推向继续搬家的路 趁着我们正好在整理第二个家 带大家来一个room tour 这套房子是三房两厅 一厨房一个室内阳台两个浴室 室内屏书是27屏 跟我们第一个家一样完全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那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很典型的LDK的一个规划 客厅餐厅还有厨房是联动起来的 没有做一个明显的区隔 我们买这个房子呢是因为我们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 家里突然多了很多的用品玩具 导致原本很美好的小家呢 到处都是东西 每天都被一大堆杂物包围举步为艰 但是因为每天要顾宝宝 所以也没有时间到处看房 所以我们就在同社区买了一套一模一样的房子 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想第二个房子 我们必须要有很多很多的收纳空间 要把我们的生活变得很整洁 于是呢在学习了很多收纳大师的心得之后 我们设计了这个家 也确实我们来到这个家之后 几乎不用花什么很大的力气 就可以让我们处在一个比较整洁 比较规律的一个状态之下 和之前的房子相比 虽然格局和面积一模一样 但是我们的生活状态却完全不同了 所以真的收纳规划 还有设计真的太重要了 刚好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假如你也刚好买了小户型 也要考虑装潢 这期千万别走开 全部都是干货 一次分享给你 因为我们最初的诉求呢 就是收纳要够 所以当时真的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功课 以收纳之前的王国日本的标准来讲呢 收纳面积必须要达到 整个家的面积的10%到20% 所以以我们家27平的室内面积来计算的话 我们家的收纳面积 必须要达到2.7到5.4平才足够 除了收纳面积要足够之外呢 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大大增加我们的收纳空间 就是使用纵向的空间 所以我们家一进门呢 你就会发现我用一整面墙来做了一大面墙的柜子 这面墙的容量 我刚刚非常仔细的测量计算了一下 居然达到了3446公升 如果用最大号的行李箱来计算的话 它可以放下34个行李箱 确实呢 我们在实际生活中 这面墙装下我们一家人的各种生活用品啊 囤货啊等等 它都是绰绰有余的 很多人觉得这么小一个空间 然后有这么多的柜子会不会很压抑 所以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两个小tips 用视觉的假象来制造空间不压迫的真相 第一点呢 就是善用浅色白色 我们家整一个家的颜色 其实是以白色为主的 虽然会有一点单调和无聊 但是呢 白色确确实实是放大空间的一个最好的颜色 我们家的墙壁和柜子都是统一的白色 所以一进门呢 你不会觉得说这个空间有很多的柜子 第二点呢 就是善用深度差 大家发现没有 我们家的柜子其实都是处在同一个水平面上的 没有深度差的时候呢 人就感觉不到这是一个柜子 或者这里有很多的柜子 其实我的柜子的深度都达到了40公分 可以很轻松的放进去A4文件 大号厨房纸尿布这些常用用品 很多人家的客厅用了这些比较深的柜子 搭配上电视机之后呢 立刻就会觉得说很压迫 所以这里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个 怎么利用电视柜 让这个压迫感消失的方法 我们的电视背景墙用木座做了一个甲墙 后面的夹层来走电线 电视背景墙的深度呢 当时是计算了电视机的架子跟电视机的厚度来决定的 所以保证了电视机在挂上去之后 和其他的柜子是保持在同一个水平面上面的 这样呢视觉的深度差就消失了 压迫感也就消失了 那这组柜子呢 还有两个小巧思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一个呢是柜子的下方我做了一个开放的格子 平时进门的时候只要把鞋子踢进去就可以了 懒人的福音 但是这个开放格我是留了下缘的 虽然我觉得看起来比较美观 但其实鞋子踢起来就没有那么的方便 所以我在新家虽然也保留了这个开放的格子 但我去取消了这个下缘 另外呢就是给机器人找了一个家 在规划电线的时候 就在这个柜子后面有装了一个插座 扫完地之后他就会待在这里 刚刚在讲机器人的时候呢 我发现还有一个小巧思 在这里 这里其实是一个小朋友的换鞋凳 小朋友出门的时候呢就可以坐在这里 穿上鞋子之后呢我们再把它推回去 外观上还是一个完整的柜子 靠窗的位置我做了一个飘窗的卧榻 这里是我们全家小朋友最喜欢的地方 我儿子小的时候呢 他就会待在这边看书玩玩具看风景 现在女儿出来了 她也是在这边看下面的风景 飘窗下面我做了很多大的抽屉 这里面抽开来全部都是他们玩具的分类收纳 比如说这一柜就是积木翼之类 我在这边都有帮他们做好分类 他们平时玩的时候呢就从这边拿出来 玩好了再放回去 其实收拾起来也会非常的方便 飘窗的另外一头呢就是书架的设计 因为我们现在因为搬家嘛都已经整理干净了 本来这边都是塞满了绘本 自己从这边拿书然后坐在这边看 说了这么久了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家没有沙发 都是这样的懒骨头 因为我们当时来这个家的时候呢 就希望小朋友可以有最大的空间 可以在家里面玩耍 所以就没有用一个很大的沙发去占用 原本就不是很大的空间 而是用这样子的豆包懒骨头来代替 需要休息的时候就会坐在上面 小朋友也会自己自由的拉来拉去 他们想坐在哪里休息看书都可以 这边呢就是我们家的工具柜了 我们家的一些杂物啊 螺丝啊 起子什么的我都往里面放 而且呢里面我用洞洞板规划了一个收纳的空间 像我们家的吸尘器 Dyson有很多的刷头嘛 吸头 我就把那些吸头都挂在上面 用这样的方式把所有的一些乱糟糟的工具 把它都规整好 站在客厅的中间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家三个有颜色的门 还有一些有颜色的灯 因为当时我们在设计我们的家的时候呢 虽然使用了白色加原木的风格 但是呢我们其实性格也没有那么的文青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家的颜色氛围 可以有一些小跳跃的小物件 所以我们就在厕所的门 还有一些小灯具上面去做了一些小心思 然后我们家两个厕所门 加上一个厨房门呢 也都是木工师傅根据我们的想法去定制的 我们也在为这些门选了一些花玻璃 这些花玻璃呢可以做到见光不见影 而且可以为我们的家庭也增加一些小氛围 往这边看就是我们的厨房啦 我们的厨房是一个半开放的空间 平时的时候呢把这个窗户打开 它就是一个倒台吧台的感觉 然后在炒菜下厨的时候 或者油烟比较大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窗户关起来 它就变成一个比较封闭的厨房 我们第一个家用的就是全开放 但是那个时候呢小朋友学爬学走 其实厨房有些时候还是蛮危险的 比如说有热油啊或者有刀具 所以在这个家呢我们就使用了这样的一个半开放的一个形式 通过窗户的开关跟门的开关 在开放跟不开放间可以更灵活的切换 我是一个非常重视厨房空间的一个人 因为本身还蛮喜欢下厨的 所以厨房算是我们家利用率非常高的一块空间 我本身非常不喜欢传统的那种完全封闭的空间 我觉得那样子把下厨的人完全隔离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 然后又热又闷 那下厨这件事情一定会又辛苦又痛苦又孤独吧 我觉得下厨呢是一件让情感流动的事情 其实可以通过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厨房 在下厨的过程中可以和家人有很多的一些情感上的交流 其实有些时候像我先生在这边整理厨房吧 我就趴在这个吧台上跟他聊天 我也经常会站在这个地方喝水 看着小朋友在外面跑来跑去 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蛮幸福的一个视角 我特别想要介绍一下这个窗户 因为这个窗户是木工师傅完全按照我的想象 然后通过手工把它定制出来的 玻璃的部分呢我也是选了很久 看到上中下三层 它的玻璃其实是不一样的 最上层我用了完全透明的玻璃 它可以完全通透的呈现我们家最顶部的这个灯光 包含吊灯啊 还有顶上的一个灯光 然后第二层呢 它就是一个方格玻璃 可以远远的看到玻璃后面马赛克画的一个场景 最下层呢 就是一个更雾化更厚重的一个花纹 它可以去把一些中导上比较杂乱的东西去遮挡掉 有些时候厨房来不及收拾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关起来 大家其实就看不到视线以下比较杂乱的部分 中导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 我做了一个高低差的设计 外侧的部分呢 会比内侧的部分高了差不多12公分左右 这个高度刚好可以遮挡一些 放置在中导的电器的背面杂物 然后让客厅看过来的这个视角呢 可以保持着一个比较美好的状态 这一套纯白的橱柜我真的非常习惯 很多朋友来我们家也很喜欢我们这套白色的橱柜 觉得看起来跟客厅像是一整套的 但是其实呢 这一整套橱柜全部都是一家厨房的 我还蛮喜欢一家厨房的 连续两个家都用了一家厨房的橱柜 其实真心建议如果你家的房型不是很奇怪 比如说特别大或者特别小 又有很多客制化需求的 不是这种情况的 真的很建议大家可以去一家厨房 先看一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样子 两边的台面呢我都是用了同款的石英石 然后没有用挡水边 因为挡水边它会需要打胶 那打胶的部分如果沾到水又很容易发霉 而且视觉上我也更加喜欢这样直角的这个简洁 真的很喜欢这一颗白色的石英石的水槽 为了方便清洁我做了下坎式的台下盆 台面有水什么的一擦就去水槽里面了 很多人担心白色的水槽在使用的时候 会不会有染色啊这样的一些情况 但其实我们入住到现在也有三年的时间了 而且保持了一个一定程度的一个下厨的比例 目前为止这个水槽它并没有一个很严重的染色的情况 不论什么材质的水槽呢都是需要清洁保养的 我们家的日常保养就是在洗完碗之后用海绵清洁 然后每个礼拜都是用漂白水清洁一次 有些时候锅具碰到它脏了的时候呢 就是用这种科技海绵 然后沾上水擦一擦 那个痕迹就很简单的就去除了 这个水槽的大小以小家庭来讲我觉得是非常节省空间的 但是以我们家四口之家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话 它的舒爽程度肯定是不如那种很大的大单槽 因为有些时候洗锅子啊洗油烟机啊 这些时候都会觉得有点缩手缩脚 所以我在新疆呢还是选了一个大单槽 不锈钢的大单槽 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吧 我们家一共三个卧室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主卧吧 我们的主卧的色系呢跟整个家都是一样的 就是白色加上圆木色 床头板的部分呢是用木工定制固定在墙上的 因为我们去住饭店的时候发现很多饭店都使用了这样的一个设计 我们都非常的喜欢 所以我们在这个家呢也使用了这样的一个规划 床头的部分呢 两个床头都是做的是这样子下面空的悬浮的 不知道你们跟我有没有一样的困扰 就外面买的那种床头柜 它的那个四个脚下面永远都是卫生丝脚 永远都扫不干净 两三个抽屉永远都不知道放什么东西 你们家的床头柜都放一些什么东西啊 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交流一下 所以呢这一次我就索性让我的床头柜整个就悬浮起来 下面呢不论是扫地机器人还是吸尘器都很方便的可以伸进去打扫 没有清洁死角就是很舒心 然后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家的床头柜两个其实是不一样高的 它有一个高低差 这边呢是相对比较高一点的 有些时候我就会在这里处理一些工作啊 或者画一个妆啊 在这边就是一个小桌子的概念 然后下面有一张椅子那边就是一个普通床头柜 我们就是拿来做一些收纳 然后床呢也是买了下面带收纳功能的这种床 我们家的床上用品就直接收纳在床的下方 对面这个大衣柜呢也是一家的 里面除了悬挂区域之外呢 下面我都是用塑胶收纳盒来作为主要的收纳工具 相比起抽屉我更喜欢塑胶收纳盒 我都是把衣物分类之后 然后放进这个收纳盒里面 而且可以根据季节的分配 我可以去挪动这个盒子的上下 使用衣物这样就超级方便 而且对比起抽屉盒子要便宜多了 这里有一个神秘的小空间 就是我家的刺进衣区域 你们家会不会也有那种就是穿过一次 但是呢又还没有要洗的衣服 最后呢都堆在椅背上 椅背就越堆越高 所以呢我就规划了这个区域 把那些堆在椅背上的衣服都悬挂起来 这样子客厅就会瞬间干净很多 而且呢这个空间占地也很小 把原本门背后的一个机灵空间都利用起来了 组件呢也非常简单 就是用IKEA的这个货架把它固定在墙上 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规划这里的尺寸和空间 现在每个城市都寸土尊精 像这样的大楼的浴室也是越做越小 所以我也是榨干了每一个空间来做收纳 像我们这边就做了一面满墙的静柜 这样子满墙的静柜呢 就会让这样原本小小的空间更显得通透一点 感觉上这个空间没有这么的小 在里面呢我也单独有一个格子去放置纸巾 我们就不需要在外面再去找一个地方去放纸巾盒了 然后平时抽取也很方便 里面还放了一个伸缩杆 用伸缩杆来收纳吹风机 平时就是这个静柜就是这样关着的 吹头发的时候呢就把它打开 直接把吹风机拿出来使用 这样也很方便 像这个静柜最旁边呢 我留了一个开放式的格子 这样子我就可以在旁边放一些漂亮的香氛啊 或者我喜欢的一些小物来增加一些生活的情趣 除了外面那个静柜之外呢 这个壁刊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收纳方式 我几乎每一个家都装了这个壁刊 很多人都说壁刊这个东西很鸡肋 因为装完之后呢 发现说特别大的那种瓶子根本就放不下去 所以这里有一个小建议 你在请师傅做这个壁刊的时候呢 你就拿一个你们家最大号的那个瓶瓶罐罐 或者你可以买到的最大号的瓶瓶罐罐 把那个尺寸给安装师傅 告诉师傅按照这个尺寸去挖去施工 那这样子做完的壁刊呢 未来你在使用的时候 就会发现所有的瓶子都可以放进去 好了我们第二个家的room tour就到这边结束了 你们最喜欢哪个空间呢 欢迎评论区跟我分享 如果有特别什么想看我说的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下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们应该就已经在新家了 非常非常期待跟你们一起开箱我的新家 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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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